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他一起来对抗雷姐 只要你们挺得住 或有一线生计 须夫说道 若是没撑住呢 两人都远山俱灭 凤夕追问道 须夫说 那是必然 说完 目光落在了叶少阳的脸上 像是等待着他做出抉择 叶少阳转头看了一眼东黄中里的小九 小九也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立刻摇头说道 少阳 不要 这种九死一生的法子 不要冒险 我情人永远都被困在这东黄中里 陪在你身边 叶少阳宠得笑了笑说 你不用担心 我命大得很 死不了的 转头对着徐福说 就算我同意 上哪去找这么强大的雷电去 自然之雷毫无规律 若是威力不够 功亏一亏 若是威力集中 就算你们元神再强大 也一样灰飞烟灭 因此 这雷电的威力却是平衡持续才好 叶少阳说 打雷这种事 人怎么能操控啊 徐福说 玄园山上 有一雷池 是为玄园是一种弟子杜吉所用 传闻 乃是当初玄园上帝用九天玄雷大阵所著 一旦有生灵入池 阵法立刻激发 发出九天玄雷 一共九重 持续不断 玄园山的正修邪悟 每到历劫之时便跳入池中经历雷劫 经历一到九重不等 若能承受九重雷劫 便可修得万劫不魔之神 不过至今未听说各生灵度过九重雷劫 法术工会两位长老 行月奴和清长风也不过度过六重雷劫 以天狐万妖之王的修为 想要度劫重生至少也要度过六重雷劫 若他修为全生倒也不难做到 而今他这情福只有你福之了 叶少阳 六重雷劫你是否扛得住 六重雷劫 叶少阳是人类 不是邪物 没有度劫一说 没有亲自体验过 但是大致能估摸出这雷劫的威力 行月奴比自己厉害多了 也只度过六重雷劫 拿自己跟他比 叶少阳真的是没把握 还有别的办法吗 若有别的法子 我何必跟你说这等冒险之举 叶少阳不加思索地点头说 那就试试吧 为了小九 没什么好说的 万一真的扛不过了 大不了一起元神俱灭 也没什么遗憾了 只是 那轩辕山上的雷池 不是随便都能进入的吧 雷池是轩辕山的禁地 除了有大机缘的邪物 到了堵截的时候会被允许进入 一些生灵平时都不可进入 雷池所在的山上常年有盘古僧看守 想要闯进去几乎是不可能的 叶少阳说 那要怎么做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徐福苦笑道 我只能想到这个法子了 怎么才能做到 却是不知了 你们人多可以自己商量 但是你时间不多了 七天之后你必须回到你的世界 怎么着 法术公会召开龙华会 要选出法术界应劫之人 带领法术界应劫 这次不是什么名分之争 天劫已然开始 清明劫大乱 那便是开端 空界入门派和师族交战 占据关系 关系到整个三界 人间法术界如何应对 关系重大 这第一弟子在这件事上的态度 关系甚大 若是落得旁人 后果不堪设想 你必须回去 镇住人间法术界 实则生变 叶少阳吃惊地看着他 徐福的这番话 将他的思绪 拉回到了那个属于自己的时代 没有想到自己到这里一个月 那个世界又发生了这些重大的变化 又是法术公会 百年之后他们仍然不死心吗 还是想要混水摸鱼 掌控人间 叶少阳沉进了班上 抬头看着徐福说 我 我有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不是帮你 只是兑现我对老友的承诺而已 老友 谁 你祖宗 夜法善 叶少阳倒吸了一口冷气说道 你人是夜法善 徐福抬起了目光 望着天边缓缓地说道 你祖夜法善 与我乃是忘年之交 天赋冠绝人间 飞升混元无极大道 最终却是为了破太阴山 孤身前往 最终陷入太阴山 却是没能回来 当初我与他约定 今日却是到了对线的时候 叶少阳说 什么约定 徐福刚要开口 叶少阳又补充了一句 你要是说什么天际不可泄露之类的鬼话 那就还是不要说了 徐福说 的确是天际 但我现在告诉你 只会令你分心 若你能帮助天湖度过雷劫 我会告诉你 行 到时候我再问你 叶少阳也没有强迫他 想了想说道 可是 你为什么把我丢在这里 这么久才来找我 为什么不一早就告诉我 还有 为什么特意选择这个年份 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意义 徐福谗言了一下说 早不见你 是想让你捕手肝肠 经历自己的结束 你见过梧桐姑娘了 你可知道她是谁 冷遇的前世 可以这么说 我的本意是让你捕手肝肠 与她了却一段缠缘 但你们相遇过早 我千算万算 没算到秋牛祖师 也会穿越到这里 并且交起了一波惊涛骇浪 将我先前的计划完全打乱 而且 却是不得不告诉你一些事情 梧桐姑娘 去找你的前世了 你万不可让他们相见 万不可让你的前世见她 否则若与她成就了姻缘 却是因果大乱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找我的前世 叶朝阳争了半天 隐约之间想到了梧桐 为什么这么做 于是就问道 那会怎么样 那并不是你的前世 而是你的太祖 你有婚配之女 若与梧桐成亲婚姻改变 她若不与你太祖母婚配 你爷爷从哪里来 没有你爷爷 你父亲 你又从何而上 但你却已已然在这儿 岂非是英国大乱 叶朝阳瞠目急设 我 你也认为 你俩 你俩